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聊一下 即將在明天9月2日更新的內容 那這一次的更新內容資訊有一點大 那我就帶你們簡單快速的看過 首先第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曹沁黎幽要在下一個版本出來了 而且他們是在同一個卡池出來 根據官方的公告 這個卡池會從9月2日推出到9月15日 也是差不多兩周的時間 如果對這兩隻角色的技能 特色無內加點或者抽取建議等等 有疑問的話 歡迎先查看我的上一部影片 有完整的介紹分析曹沁黎幽 這兩隻角色的特點等等的 隨著這兩隻角色的推出 他們的新皮膚 錦衣夜行曹沁 還有花旗黎幽 可以像這一次冰璃跟夏侯儀的造型一樣 透過給基礎值來獲得 同時我們的商城外觀商店裡面 也會新推出葛雲一的新造型 奇水武林 主線目前只有開放到第16章 在更新完之後 也會開放出他的第17、18章 同時意味著我們的山河制 第五個區域 異文探索將會解鎖 這裡的探索可以獲得冰陣 用來鏈化更高等階的材料 然後推出新的活動 舊域重現 這個活動根據目前官方的公告 是可以獲得 綠電單 文光 還有銅錢之類的報酬 然後要等後續全部玩家達到一定進度之後 才會再開放契約高地跟契約天嵌 這兩個關卡 然後再後續才會再跟進一些商店 活動道具的兌換 好在下一個活動是這個月令的一個 這個活動可以讓我們獲得活動道具 拿到一堆活動道具之後可以兌換靈運石 或者極品英靈和無殺 還有頭像框 算是一個比較佛心的活動 然後在下一個公告就是要開放這個通關文碟 可以免費獲得一些製作飾品的材料跟絕品魂石 還有民生之類的獎勵 那這個活動呢其實本質上 他是一個月卡活動 就是你完成一些每日活動的話 可以獲得一些基礎的獎勵 如果課金的話 這個獎勵就會變得比較多 算是加速一點遊戲的進度 那要不要課就是看個人需求啊 再來下一條消息就是七月流火要開放 七月流火是一個試鏡的詞啊 所以他不一定是七月 那這個的意思是真人的PVP要開放 那你們可以看到上面的盾位獎勵 其實獎勵並不算多 但是還是建議每天玩家都打兩場 可以配合我們剛剛提到的通關文碟 拿每日的活躍獎勵 而且多一點能兌換的競技貨幣也是不錯啊 然後最後就是一些其他禮包的推出 這個神缺送愛里450台幣 可以拿到十個十字印 然後另一個魂光盒也是450台幣 拿到700個魂光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所有的更新內容 更新的時間會是今天晚上 也就是明天凌晨1點鐘 到早上8點鐘 然後那些卡池啊 活動啊開放的時間 都是9月2日的早上10點鐘 好那這部影片就簡單快速的 把活動公告講解到這邊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集再見哦 大家拜拜